谷歌产品管理副总裁克里切利指出 清除旧账户意味着原本开设账户的用户将会失去谷歌电邮的访问权 且无法使用该账户的谷歌文档 工作空间 照片储存空间 以及其他相关的谷歌线上服务 比如YouTube上的所有影片 因为这些内容都会被清空 此外 新政策的声明中已经详细指出目的 是为保护现有用户降低网络上的安全威胁 因为来自谷歌内部的另外一项安全分析还发现 空账户因为无法使用双重认证来确认用户身份 同时增加安全系数 结果使得越来越多骇客 改将入侵目标锁定在无人使用的账户 而且数据表明类似的账户更容易被入侵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用户不希望两年内所开设的空账户被删除 只要登陆Gmail信箱或者任何谷歌线上服务 包括搜索引擎或YouTube就可以继续保有账户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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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